我是孟新一 这里是回星针事务所 今天我们要研究的产品是BOSS的这款遮躁睡眠耳塞 当你戴上它并连接手机后 将会听到瀑布声 下雨声这类舒缓住眠的白噪音 是的 这款耳塞的唯一初心就是让你能好好睡觉 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不是所有人都能睡个好觉 假如你经常乘坐飞机 隔壁邻居正好装修 或者养了一只活泼的猫咪 那你很可能被吵得难以入睡 长期有睡眠问题的人 往往对周围的声音非常敏感 当你躺在床上闭上眼睛 如果你的猫在挠墙 就会吸引你的注意力 大脑非常亢奋 你是睡不着的 当然你可以选择塞上一个隔音海绵耳塞 世界安静了 但你发现你还是会分辨出猫挠墙的声音 只是它变小了 你的注意力还是在墙上没有改变 不过当你带上合适尺寸的BOSS遮灶睡眠耳塞 在APP中选择这样一手舒缓的白噪音开始播放 你会发现你听不见墙被猫挠 于是心无杂念的你很快就昏昏欲睡 而这有两点原因 首先具有独特散型结构的耳塞 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物理隔音效果 其次白噪音在这里掌握了关键作用 什么是白噪音 一段声波 如果在人而可听范围20赫兹到2万赫兹内的各个频段中功率一致 那这段声波就是白噪音 听起来是这样的 那么白噪音是怎么隔绝其他噪音呢 答案是掩蔽效应 比如这两段声音分开听都能分辨清楚 合在一起你就只能听到一段 也就是在你耳中一个声音被令音声音所掩盖 每个频率的声音都可以屏蔽强度更弱的其他频率声音 这个屏蔽的强度与频率构成的范围叫做掩蔽域 像这段频率为1000赫兹 声压极为70分贝的声音 就可以屏蔽掉约30分贝的750赫兹和2000赫兹的声音 不同频率范围的声音有着不同的掩蔽域范围 这就是BOSE遮造睡眠耳塞遮造的原理 它发出的白噪音理论上的全频0赫兹到2万赫兹都是同等强度的 你的猫挠墙的声音中的各个频率段都被你耳中的白噪音掩蔽掉了 你的耳朵里充满白噪音 根本不知道该把注意力放在哪 久而久之你就睡着了 而且白噪音还能帮你睡得更好 你的一场睡眠中可以根据熟睡程度分为5个阶段的反复循环 快速眼动期 撕睡期 浅睡期 中度睡眠期 和深度睡眠期 根据美国睡眠医学学会AASM的报告 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脑电波特征 在浅睡期 中度睡眠期 和深度睡眠期 脑电波中频率为1-3赫兹 幅度为20-200毫伏的Delta波 会从浅睡期的小于20% 上升到深度睡眠期的大于50% 所以或许能有一种方法 能通过刺激脑电波中的Delta波的强度 来促进你的深度睡眠 随机共振 一段原始的信号波形很微弱时 为这个信号加入一段一定强度的噪音 在共振的作用下 原始信号会得到增强 例如这张图 图中的大本中在加入噪点图像后 细节并未被遮盖 反而增多 这样的原理在声波和脑电波之间可行吗 我们找到了这篇发表在Madison上的论文 它的实验提供了听觉噪音 可以与脑电波产生随机共振 并增强脑电波的证据 全频段的白噪音 可以让你在入睡时更专注 并增强你的脑电波 比如Delta波 让你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 兼具遮噪加注眠的Bose 遮噪睡眠耳塞 已经给好睡眠上了双重保险 同时显而易见的小小身材 和适配耳朵的设计 也为各种睡姿人士 规避了各耳朵的异物感 和耳塞掉落的风险 至于小小设计的关键 就是它抛去了 所有其他降噪耳机 需要的麦克风播放单元 专注保障睡眠质量 在续航上 它使用了小巧的银芯电池 起码保证你能睡16个小时不断电 觉得大多数情况 你都不需要睡那么久 接下来就剩下最后的问题 如果我睡得太香起不来怎么办 别担心 这款耳塞还内置了闹钟 即使播放过程中手机断电 到了约定时间 它依然会在你耳边响起叫你起床 同时不会吵醒其他人 我是沐金一 维星电视务所是我们的全新系列 每期节目我们都将研究 一个来自客户的具体需求 如果你也有想要我们研究的产品 可以发送邮件到 paperclip at foxmile.com 在我们推送的结尾 进入小程序 可以参加BOSE 周遭睡眠耳塞 14天好年挑战 我们下期节目见